一天下午 Rebecca Candy 苏姨 小马 他们在公园玩耍 突然Candy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入口 Candy把小伙伴们都叫了过来 说 伙伴们快看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入口 不如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吧 没准可以发现宝藏呢 Rebecca说 好呀好呀 让我们进去探险吧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进去了 走啊走 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 一出来 他们就看到一个巨型的零食车 车上还有很大的小熊蹦蹦糖 汉堡包 刻苦的蛋糕 黄色的糖果 第二层 还有四个很大的冰淇淋 正当他们看得入神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小仙女 小仙女问他们 你们是谁 为什么到这里来 Rebecca说道 你好呀 小仙女 我们是从佩奇王国来的 不知道这是哪里呢 小仙女说道 这是大人国 你看着这些吃的 是不是特别的大呢 你们要不要品尝一下 堪迪说 真的吗 太好了 仙女姐姐 那我们就不客气咯 仙女姐姐用魔法棒 把Rebecca 和堪迪 带到了第一层 把苏伊和佩德罗带到了第二层 佩德罗趴在了糖果上就啃了起来 四个小伙伴们叽叽喳喳的准备回家了 他们又来到了那个奇怪的入口 他们又来到了那个奇怪的入口 佩德罗 佩德罗说 是的 小精灵 我们想回家了 可是不知道 怎么才能回去 小精灵说 让我用魔法送你们回家吧 四个小朋友 回到了一开始 玩火哈梯的地方 他们度过了一个 神奇的下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